啊哎 生日快乐 咪咪 快看帅哥 哇 哈哈哈哈 心都化了 爸爸工作完就回去看你啊 拜拜 咪咪拜拜 拜拜生日快乐 拜拜 这这是谁家的环节啊 搞的这么突然 搞的人也就差点也泪不忘了 这首歌就是一定会刺激到你的 这首歌可以证明hiphop是可以垫的 录制马上开始了咱们得快点了 在即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看我的风兰达 可是有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 还有全速与跟车巡航 顶配优于同级 还有9个气囊 一路上保驾护航 让人很放心 那晚了咱赶紧走吧 走吧 安全礼答 公演加油 加油 有请 蛋壳联盟的 晚安兔 安lona fit 蛋壳 带来 no pain no gain remix 充电通道 现在开启 节奏场 9天 20分天 20分天 1分天 2分天 5分天 8分天 3分天 2分天 2分天 太子 Logan,Logan Do it, do it Logan,Logan Do it, do it Bullo true,Nonaire Logan,Logan Surban rose in the ceiling do it do it do it 无论我去到哪里 no game no game 兄弟们对我点的头 do it do it do it 无论我去到哪里 do it do it do it 兄弟们对我点的头 do it do it do it 无论我去到哪里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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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对我点的头 do it do it do it Ice Ice 迷眼的Ice 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呀 nice nice 聪明和才智 多了就像比较该次呀 这一刻你不会排斥呀 孩子就像是个孩子呀 如果你晓龙还在习呀 我一定会找他白心呀 快要爆发的 我心里面咬的我不能再拉低 没能查得过这一次 大字都随便你夹起 我们开始法庭 他能在华丽的香肠 把你送永远的法庭 像是不快的 直接来个家庭表 杀掉了咱们的手笔的money 拳子被我盖鞋还不够 上线让你猜也猜不透 再次拿着mike let's go 给他继续跟着这个拍子秀 当我开口用着cashflow 身边站住我的nice blow 所有经过的人全部都会懂 1 2 3 let's go 无论我去到哪里 no pass no game 小鸣们对我点得走 no pass no game 无论我去到哪里 no pass no game 小鸣们对我点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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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ass no game no pass no game 小鸣们对我点得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 有场景感在那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灵感的来源吧 这个BOXING的这个感觉 其实是最有竞技性的 然后那种 你要历劫 然后你一定要拼尽全力的去 无论在训练的时候 还是在比赛的时候 所以这个曲子 一个我觉得是要感谢可总 把他这个 每次巡演 或者演出最压轴的 这个曲子拿出来 No Pain No Game 跟这个主题也非常契合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Lona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制作人 然后那他其实拿到 这个曲子的时候 他会感觉把一个Trap 变成一个 在这部分有很多 Jungle的这样的元素 我们觉得是可以给大家 非常 非常多力量的 那可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选择把这首歌给 One and Two and Lona 因为这个歌本身 它是一个比较造的一个歌 然后就跟他的歌名一样 付出才会有收获 Cool 对吧 健身也是一样 听说可总那个之前健身 瘦了三十斤 对 我觉得就是听这种音乐 你卧推能多推俩 现场想做三十个服务卧 这样 那你如果说你健身的话 你会听这个歌吗 我会 我真的会 我这首歌是绝对会加入到 我的playlist里面的 对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 可以听一下现场大家的这个观感如何 然后你们选择的这个场景是运动健身场景的体验听神 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现场在每一轮都要做平分的三十位电子音乐的专业听神 可以选择先听哪一边 我想先听一下这边身材特别好的 好的 健身的朋友们 好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超越健身俱乐部的门店店长 我刚刚听的现场太燃太炸了 如果我在做运动或者是做臀腿的时候 我可能会再多来两桌 健身真的是让我们收获好的体型 也像我们刚刚那个唱作人所说的 历劫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态度 我会把它在我们所有门店单曲循环 哦 谢谢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时间太短了 如果可以听 我可以听一整天 来给我们的运动加强蹦感 谢谢 阿云嘎老师不是要做那个帕梅拉吗 把这首歌给她放一放 别养了 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听一下电子音乐专业听神你们的意见 来 哪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来自那个RemixChina 这首歌我觉得在我听来 是目前我听到就是跟这个主题 让我感觉最贴切的一首歌 然后整个歌曲以及舞台 就都是经过了很认真的 很仔细的精心的编排 我也希望未来在音乐市场中 能够听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谢谢 谢谢 我是来自北京新的K 第一场排的KC 各位好 我刚才这首歌一播的时候我已经投票了 就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整个铺垫很好 我特别喜欢那个Tribal Drums 就是让人家有一种Rumble的感觉 然后肩身如果是听Dubstep的话 就很垂很垂 但是个人嘛 你要跟自己一个战斗 所以刚才那种鼓声 是可以把整个场景 把自己健身的一个状态提起来 对 这其实是可种的一个意思 刚开始我们拿到一个Trap的时候 因为它会比较Chill的那种炸 然后他会说 Lona 我不要EDM Trap 你要给我想办法整点别的 然后当时我也是觉得 哦 完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律动加快 让大家肾上腺素更飙升一点 其实舞台我们还有一个设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刚开始可总是没有唱的 他像一个准备战斗的一个fighter 因为每个fighter在入场的时候 都会有他自己给他力量的那个曲子 所以我们前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后面战事上场这种感觉 大家好 我是来自Story Record的 故事音乐厂牌的音乐制作人 King Mab 这次舞台呢 我是觉得非常炸的 然后我是一个更倾向于现场感染力的人 然后我感觉 这次表演呢 让我整个人都炸了起来 然后非常符合健身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电子音乐人 还是喜欢健身的人 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 晚安兔和Lona请上前一步 三十位场景体验听审 和三十位电子音乐专业听审 你们会选择哪边的区域 对于他们的电量值进行翻倍 请选择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健身的朋友都会喜欢 所以我还是想看看专业评审的意见 在公布最后结果之前 我们来听一下超感性推官 Quintino 他的意见 这首歌的表演是 《No Pain No Gain》 我给它一个颜色的颜色 800 我们做得很棒 很棒 好的 很好 谢谢 谢谢Quintino 好的 那你们获得的超感新推官Quintino 给予你们的800电量 那么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将会在第二轮对决结束之后 来公布具体的成绩 那么我们把掌声送给四位 送给我安兔 和Lona送给柯总 谢谢 Lona 来录制节目这么久 有没有想家人 还好 我每天都用中国移动 超新式画跟他们聊天 画质清楚 不占用流量 操作简单 就跟面对面聊天似的 这么便捷 那我赶紧跟他聊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第二轮对决当中 第二组出场的FIT组合 有请YBEAT 于思源FIT张亮颖 婚礼场景的充电通道 将会正式开启 好 加油 咱们战队就靠你们了 加油 我会为你们加油的 Let's go 舞台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就怕大家太喜欢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中国一个民 就是比较民间山歌 这个歌是在光绪年间就有的一个民间课本 它算是一个比较传统有传统寓意的一首歌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比较适合在一个新人的婚礼上 在歌载舞的婚礼吧 我觉得就是大家比较玩起来了 重婚人 变音思宜 我就想结合一下现在比较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 能跳舞一块跳舞的这种东西 我看一下你做了啥 然后简单做了一下 就是跳的挺好玩的 其实我觉得咱这把就不玩这个特别 我觉得大家就是开心所有人律动能停屏 摇的 对 我可以 特别难 亮音节 雨昕是我们这个阵营的 最强助力 从这就是街舞帮我们邀请来的两位舞者 因为他们其实是之前有一个喜的那个作品 真好 对 我知道我看了 真给我看哭了 再姐一次过来 这个舞台是希望大家能参与进来的 对 玩起来 就是让大家以后能考虑 婚礼不再像以前那样 那么的正式 或者只是模式化的浪漫 或者掉眼泪那种 最怕那种催泪 对 我们很开心的就把婚结了 而且好朋友 我们在一起玩什么的 就这个状态 是希望是这样的 你们有特等奖吗 有 这除了一等奖 还有特等奖 真虎 真虎 我 我录不下去了 好吧 怎么会都在一起玩 有请张亮尹联盟的 Why Bits于思源 Fit张亮尹带来 淮花几时开REMIX 充电通道现在开启 这叫坎山 望郎来游 两闻女儿 你望啥子吗 我望坏坏 鸡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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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开 鸡丝开 鸡丝开 就让我在 如果 是你不动 太多的不动 真的太好听了 首先我们 鸡丝开 是你不动 鸡丝开 是你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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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促成了这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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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同框的感觉 我可以说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翘子吧 可以的 这样 可以吗 没问题 对 对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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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音乐专业听审 需要在他们当中做出 二位共同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是 场景评审 好的 接下来时间 你们可以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哈喽 我是清野 今天我只能用 然跟炸来形容这首歌 因为我听出来 里边有很多复古的节奏 让我想到了Link Park 这些大牌的艺人 因为短视频 在做这歌的时候是很难的 特别你在编曲里边 你要最快的节奏 是让人家植入到脑子里边 Terry 你做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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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名短视频穿搭博主 听到这首歌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 因为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 而且我也觉得挺洗脑的 这首歌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 我觉得是很能吸引观众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把它用在我的视频里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觉得这首歌首先节奏非常的欢快 然后适用的范围应该比较弱 因为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 这种节奏欢快的歌 其实更容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我觉得在我之后的短视频拍摄中的话 我会把这首歌运用到我的BGM里面 以及会推荐给我的朋友们去使用 刚才听了Terry这首音乐 我没有投票 在我的理解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流行歌来听 以这个EDM音乐风格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好的 那么在公布我们的结果之前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超感性推广Cuntino 他的想法 嗨 这首歌非常棒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但它并没有给我的某种城市 我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 我对我说是舞台风格 我没有看到舞台影响的影响 我只是想说我喜欢这首歌 但我对我来说是700点 感谢 我以为他得给个900 800 我觉得老外可能没有得到这个 文字文化寓意 即使有翻译的歌词 但我觉得表达方式不一样还是 我们的超感性的观 给予你们的是700电量 所以一会儿在我们的对决结束之后 将会公布你们的最终电量结果 好吗 掌声送给两位 我们稍事休息 来 这边 给予我们的最终电阵 好 谢谢 谢谢 新电音 怎么玩 要封完 需要选颜值高的 只有高颜才能封完 空间就要玩大的 大到我想玩的音乐都能装下 既要自由驰骋 也要安全无忧 新电音就该这么玩 风蓝达 我的风蓝新选择 那么接下来 马上就会是我们的 在第三轮对决当中的第二组 也是全场的最后一组 接下来出场的FIT组合 是KARTA FIT极客俊一 蹦迪派对场景的听审 将在他们的表演过程当中 拥有充电权力 一把加油 加油 千万别紧张 不要压力 全村就靠你了 你准备好迎接一个噩耗的暴击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有多坏 我可能来不了 他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元素 来不了 这个就让我整个人就是有点闷了 因为这一首歌的话 毕竟是个派对场景 所以整个氛围是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在编曲上 我也是给人身上 很多很多的空间 整个舞台 所有的舞蹈 就都已经计划好了 割舍又没了 再加上 我健身的时候 我把后腰给拉伤了 其实有两天 我是只能躺在床上 你能看自己的男人吗 哪 一个方案就是 只有一个沙发 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 好 好 我看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天助我也 就是我 我认为你 你把你所能做的做到 最好 你尽全力就可以了 跟我拍档的人一定可以一个人solo全场 一定可以 身上背负是我们两个人的使命 好 有你这一句话 刚着 卡拉哥冲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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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特别向大家说明一下 那极客俊仪 因为此时不可控的因素 无法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我们将现场连线 极客 哈喽 主持人好 然后 我的队友们大家好 我是Momoko 特别特别抱歉我 因为不可控的原因 我不可以来到现场 非常非常抱歉 给大家造成麻烦了 添麻烦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 去录制一个节目 我自己不知道会什么样 反正我现在挺紧张的 最后我们其实无论演唱者是谁 我们是什么样的表演 他都是辅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音乐的本身来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 对这首歌的付出吧 谢谢大家 谢谢Momoko 你不在和我紧张 压不住床 你压得住我 你可以 你是我的Karta 不行 为什么觉得好想哭 你可以的 加油 好 谢谢 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我将会把舞台交给Karta FIT 极客俊逸 所以Karta 请你做好准备 全村的机架 加油 孙希 加油 孙希 充电通道现在开启 充电通道现在开启 呼吸 我贪恋的呼吸 进屋里的危机 是谁让我感觉显出了神经 你说你爱我的沉静 勇动在我这森林 盼逆的天使灿盖我的宿命里 写我和你初杀过了鸡皮 不想你吐着甜蜜 这可恶的灵力 你叫我别太多意 别乱问别好奇 爱迷失你的武器 让手也开启 but baby 我从来都没想逃 在我的脸底唤闹 不知身前的嘲笑 你摆弄着你的圈套 错过了我的警告 换我说让手也开启 换我说让手也开启 让手也开启 无聊 都怪我太无聊 你闹人的复杂 刚好我摄摸 时间能不透透霄 你怎么有点骄傲 以为这两头走下午 下一秒让你就让我和你 宿命里写我和你 初杀过了鸡皮 不想你吐着甜蜜 这可恶的灵力 你叫我别太多意 别乱问别好奇 爱迷失你的武器 让手也开启 But baby 我从来都没想逃 在我的脸里哭闹 不是身前的嘲笑 你摆弄着你的尘套 错过了我的警告 换我说让手也开启 眼角突然还笑 看你乱了挣招 好了你跑不了 眼角突然还笑 看你乱了挣招 Baby it's too late now But baby 我从来都没想逃 在我的脸里哭闹 不是身前的嘲笑 你摆弄着你的尘套 错过了我的警告 换我说让手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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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手也开启 这次很遗憾 是因为极客军艺 他没法到现场来表演 所以卡塔变成了孤身作战 但他的舞台又同时 非常幸运的地方 因为雨昕帮他请来了 这就是街舞的选手 他们编舞编的也非常好 他们现场的表现也非常好 跳得也特别厉害 从一开始他们就把 派对的那个氛围表演的也很好 大家都很入戏 所以因获得福吧 我觉得那个舞台非常的丰满 充电通道正式关闭 首先在这里让我们感谢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队员 卢德和他的 Swag Me Out 厂牌成员 来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到我们喜利超感性电音的感觉如何 其实我们来排这个舞 也就只花了一个通宵 昨天晚上飞到这里 已经大概凌晨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觉得要把最好的状态 跟最好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所以我们是一夜都没有睡的 就通宵到现在为止 把这个舞排出来 呈现给老师们 呈现给大家观众们去看 所以也谢谢我的队员 谢谢大家 可以 非常棒啊 我现在看到Momoko 明显他的表情舒缓起来了 看到Carter不是一个人在舞台上 那极客看完整个表演 有没有达到你自己的一个预期 分享你的感受吧 就是确实是不用我 确实是不需要我 现在这个舞台就是够好 你知道吗 就是 首先要特别特别谢谢雨昕 能够邀请到卢德老师 和他的场排的成员们 大家一起帮我们助阵这个表演 对 因为卢德老师 我有看你很多的视频 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你的风格是属于 很轻松 不是那种 就是轻松赢很大 不是那种使大劲的东西 然后呢 Carter我俩 刚才我其实情绪还挺激动的 因为Carter我俩之前 就是天天吵架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俩为了这个编曲 我就绝了这个人 我从来的时候 我说天呐 这个人也太难沟通了 就是他想方设法的 忽略我提的编曲的意见 他就用他的技巧 你知道吧 试图让我听出来 他压根就没改 然后我发现了 我说你耳朵可以 你听出来了 好好好我改我改 他就是那种笑着嘻哈哈的 我也不跟你急 也不跟你生气 我还稍微一乱打他 没办法 因为三宫的时候 其实Momoko成全了我 让我就做了一下 自己想做的东西 所以我跟他 扮设的就说 四宫 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这一场呢 我们两个就要有互动了 OK 我们要有伴舞 并且我不希望伴舞是齐 可以 那穿着嘞 我还是围绕着 你要穿的颜色去打 你想做什么 我都来配合你 全部都听你了 这次太听话了 我现在就摆烂了 不敢 替不能脑 我的底线 我挺自私的 Vocal它只是一个乐器 它不是这首作品的核心 还有 凯老师 凯老师对 关的要求 可不是一心慢点呢 我在今天 我看到他刚才自己一个人 站在台上的时候 就会说 孤勇者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就会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过程 真的是 挺不容易的 卡塔尔他也那个腰伤了 在家里面躺了两天 我当时怀疑 他是为了偷懒 不改编曲 后来给我发了个视频 就像个老头人 一样在那走路 我说 OK 我相信 我们刚才放的这个录音 是我在之前 磨棚的一个 demo 然后 你说 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我们至少有这个东西在 所以就拿出来给 我刚才也有全程的跟着 唱完了演完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拍档 谢谢卡塔 以后 咱俩还合作 我在这里有个小提议 我们能不能现场的听 Momoko给我们轻唱一下好不好 is that ok 轻唱 最不怕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Baby 我从来都没想逃 在我的灵地胡闹 不知身前的嘲笑 你摆弄着你的拳套 错过了我的警告 换我说放手 列开起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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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选择这个场景 的主题是派对蹦迪吗 那么你围绕这个主题 有做哪些的想法了 对我个人来言而言的话 我觉得最好玩的派对 不管 就在的人是什么人 不管你来自于哪里 你的年龄 当大家都百分之百的 投入到现在 这一刻的时候 大家所有人都玩起来的时候 这个共鸣 是我觉得会是 最好玩的一个派对 就所以我对于这一次的编曲 我会是希望 做出一首歌是能让大家都能听得懂 都能一起唱起来 都能一起哼起来的 所以就甚至于这一次的作品 它没有一个drop 就传统电子音乐的电影的 这个drop是没有的 但它整体还是非常的洗脑的 我觉得 好的 那首先 还是让我们把掌声送给 卢德老师和 swag me out 的小伙伴们 送给他们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要有请Karta Fit 极客 俊益 两位要做出你们的最终选择 来 Karta 请上前一步 今天在现场 Karta 和极客 你们的选择场景 是派对蹦迪的体验听审 同时现场还有三十位电子音乐 专业听审 Karta 请做出你的最终选择 我选择专业评审团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请大家听审这边的意见 你好 我是来自2022 DJ Mag 年度最佳厂牌 Sociog的三斤 这首歌 这首作品我觉得很流行 也很适合在耳机里听 但我觉得 就不太行 首先这是一首 slip house 对吧 但像你说的 是没有drop的 那既然在 既然是一首电子音乐 有ADM 那我们是应该有drop的 对吧 然后这个从头到尾比较平淡 然后第二点 是我觉得 没有凸显出极客军运老师 他歌声的那种能量 还有他激情四射那种感觉 然后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你好像 没有太认清 就是这个派对蹦迪场景的 这个就是一个辨识度的问题 我可能我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听一下没问题 很舒缓 这也很好听 但如果让我蹦起来 我真的没有办法蹦起来 我觉得其实哪怕用血清预制 随便捏一个立的 然后做一点节奏型 或者说做人生切片 把这些drop的部分给带起来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 这首作品应该会很好 所以这一票我也没有投 对不起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知道Diplo是谁吗 你是DJ对不对 格莱美得奖者Diplo 也是DJ跟制作人 你知道他去年前年两三年 发的很多歌都是类似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你放的是什么风格 刚刚这一首从编曲上来说 的确是House 所以你听不懂 不代表他有问题 谢谢 我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没有drop没问题 可以没有drop 但是我觉得在Bass line 是在snare的地方可以强化 你带人家这个很明显 就会很洗脑 我刚才您说的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hand clap 所以一些snare比较脆的 比较crispy的 我觉得可以更洗脑 谢谢 虽然只是一个demo的形式 在演唱 但是我会觉得这首歌 还是会让我有一种 沉沉欲动的那种感觉 好像能够打到我的心巴上的那种感觉 好的 在公布最终结果之前 我们还是要听一下 我们的超感性推广 Quintino 他的意见 我当我听到所有歌曲 这首歌给了我 舞台舞台舞台 跟随时的动作 如果你不想这种音乐 它是很难看见的 但这一切是在某些 但是这一切是在某些 在某些的 未来的音乐 所以我相信 这首歌可以做 不仅在中国 但是也在中国 它是正在某些地方 它仍然需要做 它是一个好歌曲 它仍然需要做 但它是改变 的音乐 尤其是在中国 现在 我认为 这首歌的 表演 和所有的 一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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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在公布最终的结果之前 让我们把悬念留到最后 首先让我们把掌声送给Karta 送给远在成都的极客俊逸 来我们Karta稍事休息 那位坐在专业评审团的 那个穿蓝衣服的兄弟 你听到真正专业的人是怎么说了吗 我就觉得他非常的不专业 因为这首歌里面其实有准备 只不过这个准备是垫在了人身的下面 所以他非要把这个点揪出来 当一回事去说 就我觉得有点太小而可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超感助力官 丁丁为我们带来 《为什么要懂你为两大联盟对决》 加油助力 有请丁丁 为什么要懂你 为什么要懂你 不需要找借口 你可以回头 但我不会挽留 为什么要懂你 不需要找借口 不会再是朋友 我没意义的事 我从来不停留 为什么要懂你 不会再是朋友 我没意义的事 我从来不停留 有谁 不要再是朋友 自己是朋友 谁是朋友 你 主持人 想要你 如果我 你啊 怎么都吹吹点点挥挡的不停 啊啊啊啊啊啊 随心所欲的生活含长历历 为什么要懂你 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要懂你 啊啊啊啊啊 风一声吹来 浪漪随我前行 崭新的黎明不须 忘作天意过去 别犹豫啊 我曾不遵住你 啊啊 我属于我自己 为什么要懂你 不需要找借口 你可以回头 但我不会挽留 为什么要懂你 不会但是朋友 我每一遇的事 我从来不停留 我从来不停留 掌声送给丁丁 我们的超感助力官 谢谢 丁丁的声音太适合 我们喜利超感新电影了 真的 感谢你前来助力 来 正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丁丁 很高兴来到超感新电影的舞台 你们开心吗 谢谢 谢谢 欢迎丁丁 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丁丁你平时听电影听得多吗 你自己觉得 其实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 就是电音的单曲 在我出道之前 我就在唱电音 这个渊源颇生 如果给你自己来设定一个 电子音乐的浓度 你觉得会是百分之多少 当然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因为我能站到电音的舞台 我就是百分之百 今天是带着满满的电力而来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站在我们喜利 超感新电影的舞台的感受如何 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过瘾 也祝福在场的每一个嘉宾 还有每一个选手 能够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给他们增加电力 没错 也感谢你给他们助力电量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丁 谢谢我们的超感助力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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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丁丁 谢谢 三轮激烈的对决下来 接下来我们将会公布 两大联盟的最后胜负结果 让我们请出六组 FIT组合 有请他们 有请张亮颖联盟 好 蛋壳联盟 好 那么截至目前 第四次进演的六个FIT组合 已经全部表演完毕 我要强调的是 本场进演两大联盟 累计电量值更高的联盟 可以解锁对应的场景资源 在场景里播放 由他们创作的电音作品 那么截至目前 前两轮 各联盟累计电量值为 请看大屏幕 评分秋色 都是一万五千五百电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揭晓的是 最后一轮 也是第三轮 两组的最终成绩 我们请看大屏幕 刚刚超感新推官 Quintino给予的电量 Parta FIT 极客俊益一千电量 中天力 FIT 阿云港七百电量 接下来我们将公布 两组FIT组合 在他们的非翻倍区电量 获得的最终成绩 请看大屏幕 分别为一千九百电量 和两千五百电量 分别为一千九百电量 和两千五百电量 Karta FIT 极客俊益 正在目前落后三百电量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最终电量的诞生 赶紧出来了 折磨一会儿 还有这么点紧张 请看 翻倍区域电量值是 四千电量 和四千八百电量 所以总电量是 六千九百电量和八千电量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两大联盟的最终总成绩 张亮颖联盟拿到的是 两万两千四百电量 弹壳联盟拿到两万三千五百电量 恭喜弹壳联盟获得胜利 解锁城市场景资源 掌声 接下来请从冰桶中 领取代表你们联盟的 喜利心仪 庆祝你们团结一致 冲筒创造的胜利 电音《元宇宙》也已开启 喜利将会助力你们冲击 总决赛的巅峰舞台 接下来时间 我们的超感性推官Quintino 他将会把他开场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Good Vibes》的中文版的 改编发行权 授予给今天晚上 六组 feat 组合当中 其中一位电音人 这首歌是Karta 谢谢 谢谢Quintino 恭喜Karta 恭喜Karta 那首先我们有请Karta说两句 其实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结果 一直是比较佛系的 但是因为今天是战队之间的比赛 然后在我上场之前 其实前面两组人的分数是平分的 所以现在这个结果不好意思 没事 挺好的 你仍然是全村的希望 对 我们说了你仍然是村里的希望 对 你仍然是全村的希望 如果这是我个人而言 我真的无所谓 但现在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牵扯到了极客 牵扯到了亮音姐 牵扯到了刘雨昕 所以这是我比较内疚的 好的 那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电音人们 还有一个专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彩蛋任务 我要请获胜联盟的所有电音人 需要更改微博简介一天 向大家悄悄透露这一次的比赛结果 那么今天到这里 喜利超感兴电音第四次主题禁言 到这里圆满结束 感谢我们的超感型体官Quantino 感谢现场的所有的超感充电宝们 掌声送给我们的六组Feed组合 同时总决赛 我们福建福赛 换个微博简介吧 让我们一起准备 共振 喜利超感兴电音 终极派对盛宴 明天院 终极派对盛宴 原来这首歌 12星他在四分之刀 颇线 线 因此 接下来为大家发布喜利超感兴电音的六年度 我将要开的第一个奖项和我们六位歌手有关 究竟他们当中 谁能够问鼎我们的 至高荣誉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合照来 大家一起拍一张吧 对 四公圆满结束了 大家应该都有所收获 我们拍下了合影 发在微博上 关于四公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 欢迎来和我互动 各位老师好久不见 首先欢迎大家回到瞎聊会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第一个挑战 我们想做一个考验大家 画工的游戏 画画接龙大赛 这怎么搞 这个怎么画很重要 你查不 你画我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哇 我就知道得换成 哎 对不起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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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来直播间的观众啊点一下关注 点关注不迷路 就可以看出本社的精英情况了 你又需要搞副业了 哈哈哈哈 你看人Z给吃的多优雅 你看看你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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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挑战环节 请我吃糖 社长哪个样 三二一 开始 哈哈哈哈 哪个东西都是脑筋击转弯 我作为社长 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侮辱 哈哈哈哈 惩罚非常简单 需要完成甜美酒连拍 不是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 社长就应该一起 来 一 二 请节目组一定要把这酒量照片发给我 好吧 我要当手机平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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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